狼队上一次出现在英超赛场还要追溯到2012大13赛季 当时狼队38轮仅仅拿到25分 球队毫无悬念垫底降级 之后一个赛季 狼队居然在英冠排名当数第二 进而降入英甲 他们成为英格兰足球历史上第一支两次经历连降两级的球队 跌入英甲的狼队没有继续沉沦 他们在英甲以46轮及103分的成绩冲回英冠 103分也是英甲历史上单赛季的得分记录 狼队在上赛季被中资收购 可成绩并未有明显改善 但本赛季球队的进步突飞猛进 目前高居英冠榜首 领先第二名德比骏多达12分 球队正在重返顶级联赛的舞台 复兴集团吕蒙德斯的关系往去年7月 复兴集团是自4500万棒 从史蒂夫摩根手中收购狼队100%的股份 狼队也成为继维拉之后 又一支被中资收购的米格兰地区的球队 为何复兴集团会看中狼队 首先和被下箭筒收购的维拉一样 狼队也是一支英格兰老牌俱乐部 球队曾在1950年代 单独夺得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 其次 狼队拥有一批忠实的庸俗 据俱乐部官方统计 狼队至少拥有来自世界各地50万忠实球迷 第三 狼队的军营比较健康 球队的清续营能够为球队输送新鲜血液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狼队具有冲上英超的实力 英超的商业价值对于投资方而言足够具有吸引力 收购狼队后 复兴集团给球队制定了一个三年的小计划 和一个十年的大计划 三年的小计划就是在三年内确保冲上英超 而十年的大计划虽然没有公布具体细节 但想必也是关于欧战席位以及争夺冠军 在这次收购中 世界著名经济人门德斯也起到了它的作用 在2015年11月 复兴集团旗下的富裕文化 就收购了门德斯旗下Just a Field经济公司20%的股份 复兴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和门德斯是生意上的伙伴 收购狼队的过程中 门德斯就充当了顾问的作用 别有为门德斯只提供这么一次性的顾问服务 他对目前这支狼队可是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 上赛季狼队两度刷新队时转会费记录 720万磅从摩纳哥引进伊万卡瓦兰罗 1350万磅从本菲卡引进埃尔德科斯塔 这两名葡萄牙小将均是门德斯旗下经济公司的客户 虽然门德斯并非狼队管理层的一员 规则制定也不允许他这么做 但他与复兴集团之间的关系 为狼队在演员方面提供了辩解 此前普超里奥艾维主席安东尼奥席尔瓦坦波斯就曾说 与门德斯合作可以让我们这样的俱乐部 更有机会得到更好的球员 在葡萄牙没有任何一家俱乐部 是不想和门德斯合作的 而门德斯的关系网不仅存在于葡萄牙 北希克塔斯 莫斯科迪纳摩 巴伦西亚 拉克鲁尼亚 马德里竞技 摩纳哥等俱乐部 都存在着他的印记 去年下创 狼队再次刷新队史转会记录 他们花费1580万磅从霍尔图引进20岁的鲁本内维斯 这个价格也成了英华历史上的标王 鲁本内维斯是著名的葡萄牙小妖 他是欧冠最年轻18岁211天队长记录的持有者 曾经曼联和利乌普这样的豪门都有意得到他 在经历了职业生涯一段瓶颈期后 他出人意料选择转投英贯狼队 考虑到内维斯也是门德斯经纪公司的客户 这笔交易也就没这么令人吃惊了 除了鲁本内维斯 狼队还在赛季初引进了四名葡萄牙籍球员 罗德里克米兰达里奥艾维 迪奥哥热塔马德里竞技 罗诺哈维尔查维斯 鲁本维纳格雷摩纳哥 这五名葡萄牙球员之前效力的俱乐部 都与门德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对于狼队而言 本赛季最为重要的一笔引人 应该算是聘请前波尔图主帅 罗诺三拖担任球队新帅 上赛季狼队在主教练任命方面非常失败 球队先是聘请前意大利国门曾加担任球队主帅 但他执教球队三个月时间就被炒鱿鱼 之后球队选择了职交经验丰富的保罗兰伯特 但他还是无法带领球队更上一层楼 另外兰伯特对狼队的影员不太满意 他不满门德斯在俱乐部内部的影响力 这也是促成他赛季默下课的关键因素 那球队新帅努诺三拖和门德斯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两人是老相识 努诺在21年前与门德斯相遇时 后者当时还是个夜店的经理 正是两人的结缘将门德斯的人生轨迹推向足球圈 努诺也成了门德斯的第一位客户 努诺退役后 他所执教的每一家俱乐部里奥艾维 巴伦西亚 多尔图都与门德斯关系非常紧密 心源发力 狼队孝奥英冠上赛季 狼队季还在英冠第15位 球队距离第6的富勒姆相差22分 这个成绩自然没有达到球队的预期 球队的影员也难言成功 只有葡萄牙小妖艾尔德科斯塔的表现算是一个亮点 他整个赛季在联赛中攻入10球助攻8次 巴兰队内的射手王加助攻王 在赛季末 他被评选为狼队赛季最佳球员 本赛季狼队的进步是飞跃性的 目前英冠26轮战霸 狼队拿到61分 这已经超过球队上一季的总分58 狼队在联赛中近50球丢20球 是进攻火力最猛 也是防守最好的球员 在努诺到来后 球队的战术与上赛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上赛季狼队的阵型游离于4-2-3-1和4-3-3之间 但本赛季球队采用了三后卫体系 上赛季球队最常用的首发11人中 只有前红军小将科纳科迪和爱尔兰后卫马特多尔蒂 在努诺麾下仍是队中的绝对主力 不过两人在场上的位置均发生了变化 多尔蒂从原先的左后卫成了主力右边一位 科迪则从原先的右后卫成了三后卫体系中居中的中卫 他也是如今球队场上的队长 而上赛季队内的最佳球员埃尔德科斯塔 他本赛季至今只获得六次首发机会 他的主力位置被进度明显的同胞伊万卡瓦来罗取代 狼队本赛季至今表现最为出色的两名球员 分别是巴西前锋莱奥伯纳比尼 以及葡萄牙边峰洛塔 伯纳比尼赛季出从沙特联赛的阿拉西拉尔租界加盟 他已经在英冠联赛攻入12球 是目前队中的最佳射手 此外他还贡献了五次助攻 证明23岁的巴西前锋能力非常全面 他能完成门前的终结 能在前场拿住球 也能回撤特任进攻 他回撤吸引防守能为两个边路 以及后插上的球员拉开空间 另外他的无球端也非常积极 他是目前英冠联赛中完成拦截次数最多的前锋 迪奥哥若塔是队内创造进球数第二多的球员 他在联赛中攻入11球助攻4次 他在战术中的角色就像上赛季切尔西阵中的阿扎尔 他个人的盘载能力非常出色 场均能完成2.6次突破 是狼队队内的突破之王 虽然四直球队的左巅峰 但他的活动范围非常大 经常会内卸置中路 队友伯纳比尼的回撤侧应会让若塔受一波崩 伯纳比尼个人5次助攻中有次测试献给若塔 两人是英冠联赛中最新有零期的双人组 另外一个值得提及的人物是球队的左边一位 巴黎到格拉斯 在季初他从土超球队科尼亚体育加盟而来 他目前是队中的助攻王巴斯 到格拉斯是狼队的定位球大师 他的巴斯助攻中有5次是通过定位球 另外 他已经在联赛中两次利用任意球破门得分 大球队的标王卢本内维斯表现如何呢 他的表现是不能仅仅看数据去进行评估的 他与摩洛科球员罗曼赛斯组成的中场组合 为球队的攻防两端提供宝障 卢本内维斯的天赋无庸置疑 但他需要